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别这么着急啊 我没下去的我 我只是路过啊 快走了 好耶 这小兔崽子可算走了 村子终于可以清静了 就送你到这里吧 上大道 仙声无极 你可是全村的希望啊 二爷相信你会成功的 二爷 这混小子不会当真了吧 小子别过了 二爷 二爷 你好歹告诉我 林天宗怎么走啊 大黑啊 那帮老鹰兵不当人 知道我方向敢超 故意绕我 你们才是和我最亲近的畜生啊 别摸了 又有反心事就摸我来头 我来咋吐吐你没点数吗 不 好在我有一个比大黑还要灵敏的鼻子 每件宝物都有自己独特的香气 而且都逃不过我的鼻子 林天宗想必有着不少宝贝 只要顺着宝物的味道找过去就可以了 哦 这个香气 就附近过真有宝物啊 得 又要去赏货了 走 宝物 我来了 这宝物闻起来竟如此死亡 看样子是什么不得了的东西啊 给我抽 来 给我停下呀 姑娘 你不要紧巴 什么玩意儿啊 说 你们趁我和密室做了什么 星子姐姐 我只是来给狗招水喝的 保证没多你一根汗毛啊 如果你觉得不妥 我可以一身相洗啊 放心 我会对你负责的 我看还是杀了你比较温妥 这把剑用了不错 只可惜断造工艺差了点 要不然绝对是借上等的宝妾 你什么时候过来的 抱歉啊 看他把我这忍不住想拿起来看看 这家伙实在无理 竟敢追入林天宗弟子 不是啊 我真的什么都没干啊 完了 这次恐怕再接难逃了 此话怎讲 你没听见吗 这女人是林天宗的 仙子姐姐就是林天宗的吗 我被林天宗选为实习弟子 正要去报道呢 报道 像你这样的无耻平庸之间 倒是恐怕会坏了林天宗的名声 我作为林天宗弟子 有权淘汰你这个顽劣的家伙 你被淘汰了 淘汰 淘汰 这也太随便了吧 我连林天宗的道路都还没见到呢 只要你像这么知道不得消掉大牙呀 说起来 我的确不是一块修仙的了 一般人修行一月便能达到练技一层 三月二层 半年三层 一年四层 而我半年居然连一层都没达到 就算偷吃再多的仙草仙丹都云是无谱 各大仙门都将我拒之门外 于是我在大家眼中成了只会闯祸的废物 没用的东西 垃圾 废物 暗示 你们懂什么 几句话就想打败我 太天真了 这么多年 我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道 我们走着瞧好了 我破天荒的被林天宗给选中 这么好的机会 岂能轻易被淘汰 等一下 谁说我辞职平庸了 你根本不了解我的真正实力 实力 一般修行者在你这个年纪至少能达到练气四层以上 而在你身上我感受不到半点修为 这不是平庸是什么 就算我不淘汰你 接下去的考核对你来说也是危险重重 没有这个天赋 又何必冒险呢 说起天赋 我的可是独一无二的 就是对宝物的感知 在你身上 除了那把宝剑外 至少还有一件宝物 就是你的贴身衣服 用罕见的绒丝编织而成 具有冬暖夏凉的功效 还具有一定的防御力 这在市场上可得卖不少钱 而且只要是被我看中的宝物 我还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将他拿大手 你 老少爷还想惹怒他是吧 事态朝着不可挽回的地步发展了 那我现在更应该为民除害了 不是你也要我展示的吗 月秀雪死死就是五北娘 带他来见我 是青松长老的千里传一 他就是那个被全村举荐的五北娘吗 你可是叫五北娘 对啊 仙子姐姐认识我了 翻过前面那座山 就是林天宗了 你好自为之吧 这态度转变有点太快了吧 女人的脸色啊 还真是说变就变了 你们怎么回事啊 之前未给你们的仙丹灵草的 白胃了吗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让我回村当条自由自在的野狗吧 那边怎么那么多人啊 肯定就是报道的地方了 大兄弟 请问是在前面报道吗 报道 什么报道 我被淘汰了 淘汰 什么情况 看到前面的大石门了吗 凡是资质太低的弟子 全都要淘汰 淘汰 我不甘心啊 我算是明白了 林天宗这是广撒网多猎鱼啊 这不蠢蠢的渣男行为嘛 我就不信了 我一个大活人 能被一道破门给拦住 下一个 别耽误时间了 废物就应该待在废物该待的地方 我们林天宗又不是废物回收站 赶紧给我滚 你今天是吃屎了吗 说话这么臭 我们大老远来这里 可不是听你骂人的 是谁在这口出狂言 行不更名做不改姓 无备良 规矩是什么 只要打开门就可以了吗 这么嚣张 敢问你练气几层啊 差不多练气一层吧 什么叫差不多练气一层 这个小子 你不会是个傻子吧 哈哈哈哈 就死我了 我以为是多厉害的家伙呢 去去练气一层就敢口出狂言 这可不是道普通的石门 凡人想要搬动它比登天还难 连我住机器 都只能将石门打开半米的高度 你还真是出神牛犊不怕虎啊 不管你有什么办法 只要石门动一下 就算你痛苦 那你可不要后悔 那小子还真过去了 练气一层就想打开试炼石 吴北良 我倒要看看你小子 到底有什么本事 这么看上去还挺大的嘛 年轻人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练气一层 他到底从哪来的自信 磨叽什么呢 赶紧把手放上去 你只要能让石门动一下 我把门给吃了 这可是你自己家的 到时候千万别不认账 这么起风啊 灵气聚集 什么情况 我的灵气被吸走了 你干了什么 不知道为什么 我体内似乎有一个黑洞 凡是被我碰触到的宝物 灵气全部都会被吸入其中 直到它变成一件普通的光剑 这也是我修为 一直没有长进的原因 你的灵气挺足的 能够产生自我意识的宝气 一定吸收了不少天地灵气 不过不好意思 我全部收下了 你马上就会变成一道普通的宝物 给我住手啊 那你还敢挡我的路 给我闪开 石门 你被走了 这 这不可能 以他的年纪 怎么也不可能超过我的修为啊 等等 这个感觉 难道说 我要突破了 我终于突破了 这个石门还能提升修为吗 刚才我咋没感觉啊 你现在什么境界了 我现在是 练起一层 练起一层你兴奋个什么劲啊 你刚才不是说 你已经练起一层了吗 刚才 还不太到一层 刚才还不到练起一层 这小子到底是什么来头 怎么样 愿赌服输吧 不过 石门已经飞走了 你没得吃了 要不 干脆请你吃点新鲜的 新鲜的 大黑 给他来点新鲜的 我记住你了小子 别走 先吃完再走啊 这么说 我们可以留在灵天宗了 厉害啊小子 你们想多了 那个家伙 嘴虽然臭了点 但是他说的也没错 既然自己没有修行的天赋 又何必强求呢 怎么选 你们自己做决定吧 再见了各位 你临终前将你托付我 我本想让你远离这世间的恩怨 所以我将你放在了平阳村 想让你做一个平凡的人 没想到最后 你还是走上了修仙这条路 这枚玉符给你 以后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 可以用他来找我 告诉我 你都知道些什么 我爸妈到底怎么了 现在还不是时候 去吧 九号院是你的住处 这个臭小子 敢把我衣服的 你还是第一个 那家伙应该不会记仇吧 找我想的那时候又敞货了 得罪的还是个长老 我说啊 这衣服的材质可真不错呀 你可能是不少钱啊 你心真大 但愿那老头不会找你的麻烦 这里就是我的住处了 不错呀 崭新的不会漏雨的房顶 还有厨房 以及单独的练工房 我就说跟着我过来 绝对不会差吧 放心吧二位 从此以后 你们跟着我吃香的喝辣的 你不要老转祸就万事大吉了 爬了这么久的山 估计大家都饿了 想必他们已经准备好了丰盛的食物 走吧 这 说好的吃香的喝辣的呢 喂 你怎么一个人全吃了 还有没有团队精神啊 你这都蠢了 谁啊 小哥哥在吗 俺是哥哥的专属监督员 小妹子的声音 居然还有专属监督员 刚才还说灵天宗的坏话呢 没想到他们还是很懂事的 别着急 哥哥来了 美女快请 小哥哥 美 美女 找我什么事啊 讨厌 刚才不是说了嘛 来监督你的修行 如果让我发现你偷懒不好修行 我肯定会让你知道什么才叫残忍 不不不不 我不会的 我这么勤快的呀 另外 实习处会发给新来的弟子三颗种子 要想正式成为宗门的外门弟子 必须在三个月内 将三颗种子种出符合标准的仙猪 啊 种子呢 我明明记得放在这里了 你是不是把种子给弄丢了 那个 种子如果丢了的话怎么办 仙种在人在 仙种丢人亡 请稍等一下 请给我把种子弄出来 呗 幸好没消化 不管这豆子也臭的太离谱了 来了来了 种子在这呢 我怎么闻到有股意味 算了 接下来请行认主吧 把种子放进你嘴里 每位实习弟子 尤其只有三粒种子 为了防止偷盗别人的种子 只能用这种办法了 啥 认主的事情先不着急 还有别的手续吗 那就先跟俺去工具房 挑选几件衬手的工具吧 好的 驴子看得漂亮 少说风凉话 待会恐怕又要俺收拾了 工具房就这啊 还不如张三爷家的马就大呢 不过挑选几把衬手的工具 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百草园像你一样的实习弟子 一共有八名 最终只会留下四名成为外门弟子 待会别默契 只能挑选两样 你有一炷香的时间 这 这么乱的房子 里面能有什么好东西吗 啊 啊 没想到 这里面竟然如此广阔 马上开始挑选宝物吧 这里的工具 百分之九十九 都是天机风劣质的下屏灵器 那还搞得这么滑里活哨干嘛呀 等等 每天有件真宝贝 该死了 竟然被阵法给封印住了 看来 应该是件了不得的宝物啊 既然我们这么有缘 那我就不客气了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这应该是射魂迷幻阵 属于高阶法阵 此阵会将人的内心欲望无限放大 凡是擅自闯入者 都会陷入幻想之中无法自拔 直到全身的精气被法治耗尽 就算一直再强大也没用 好在我自幼书图各种阵法书籍 破解阵法对我来说 简直就是小菜一碟 宝贝 我来啦 我刚才在干什么 这里又是哪里啊 什么人 你你是 夫君 你还在等什么 春夏一刻值千金呢 夫君 我们早些消息吧 夫君 原来我已经结婚了吗 还有这丰满的躯体 柔顺的长发 温柔体贴的声音 这不就是我心目中的完美老婆吗 我无非量何得何能啊 夫君 你今天好奇怪呀 是累了吗 我来给你按摩一下 帮你好好放松放松 好吗 夫君 我开始了 夫君 你打我做什么 我的手 怎么自己动起来了 夫君你在干什么 你警察给我起来 别忘了我们的终结目的可是宝物啊 怎么能让女人拖了我们的后腿 我知道了 别善了 多亏了我潜意识里对宝物的强大执念 否则就要被困在这梦境之中了 夫君 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了呀 我承认你很完美 估计没几个男人能经受住这样的考验 只可惜 都是假的呀 找到了 这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就是你选的工具 没错啊 里面那么多好工具 偏偏选了这把块绣成渣的破铁锹 和一个花盆 你脑子有坑啊 要不是只能拿两件 我恨不得全拿出来啊 喂 里面的东西全卖的的话 可这不少钱呢 到时我们五五分如何啊 说什么 你敢打仓库的主意 现在就消了你 崔花姐 我只不过是开个玩笑啊 你最好只是在开玩笑 我去领门派任务 你先回园子等着 顺便把你的破铁锹好好磨一磨 你懂什么啊 虽然他看起来只是把破铁锹 但肯定有着什么神异之处 我是绝对不会看走眼的 什么啊 断了 难道这玩意压根就不是宝物啊 小爷我纵横平阳村十几年 月报无数 这次竟然打眼了 不可能啊 咋啦 我这可没吃的给你 种子 我的种子死了 你这家伙 是想让我扫地出门吗 要是让崔花知道了 先躲哪里好了 我就是死 今晚也得先吃顿狗肉包子 不用我在这啊 给我站住 你又想干什么 仙泉水可以救活种子 姑且再信你一次 想必这么大的仙门 应该不会去仙泉水吧 给 三位种爷 你们可一定要挺住啊 我这就去给你们找仙泉水 我的命可都在你们手上了 伍北梁 赶快出来集合 就等你了 你们两个 给我看好家 别再给我惹什么幺蛾子了 这下可觉得完了 如果主人被淘汰 你可是最大的罪人 人 人 人家饿了吗 死你 我可没说你啊 是你自己对后入座的 臭小子 好了 不要吵了 北梁你好 我是楚一涵 这位是云林 你好 师姐好 请问师姐 方灵吉许 可有成亲 我 我还没有呢 太好了 那你看我 北梁 干嘛呢 让你来相亲的 可无分购献之 贡献之 贡献之 是啥 贡献之作为你们考核的标准 出使为零分 最终谁的贡献之越高 谁就更有资格留下 我只是跟同门寒暄一下呀 贡献之怎么就变富庶了 这小子肯定是个垫底的料 笑什么笑啊 在笑你们找的老婆都是脆花这样的 你们几个爷空无分购献之 再多爷 惩罚加倍 关我们什么事啊 再空无分 这是此次门派任务的地图 本次任务仅限于在黄色区域内活动 不得擅自闯入其他危险区域 尤其是黑色区域 千万不要踏足半步 山里灵气充沛 许多仙草孕育成了精灵 擅长藏匿行踪 而且有攻击手段 毒之喷射 致坏 缠绕 招招致命 一定要多加小心 不得逞强 如果你们因为争强好胜受了伤 惨起 或者死了 灵天宗该不负责 哼 这就好办多了 待会就让那呱娃子知道招惹我的下场 一会进了林子该怎么做 你们知道了吧 谁弄死他 上五百零十 创新吧大哥 包在我们身上 你们的主要目标 是收集仙草 河首五九分 凤五香六分 饮魂姑四分 林林草一分 仙草数量有限 分数最低的 直接淘汰 开始行动吧 是 这下可有的忙了 又要抓仙草 又要找仙泉水 磨叽啥呢 别人可都走了 你是想直接回家吗 据我所知 河首五喜欢潮湿的环境 能够飞行 一般在晚上出现 九分一只的贡献值很诱人 我想做好准备 将他们抓全 野心不小啊 敢问你现在炼器几层 一层 炼器一层就想抓河首屋 你以为河首屋都和你一样 是啥子嘛 不要好高无援 赶紧给我去做任务 为了以防万一 我还在尖刺上面撒了剧毒 这次他绝对活不了 大哥 你看这灵石 只要为我出了这口恶气 灵石的事好说 这些是另外赏你们的 大哥大气 有人来了 不愧是大门派 这里的灵气真是太充裕了 不错呀 感觉真不错呀 这小子还真是个傻子 敢惹我 今天就是你的死气 越来越近了 快来吧 五百灵石 到手 什么情况 没道理呀 咋回事 你这陷阱行不行啊 还想整我 以为躲起来我就察觉不到了 小爷当年为了寻找宝物 各大仙门的法阵陷阱 什么没遇到过 你们自己慢慢玩吧 是不是记错地方了 不可能 我亲自做的标记 应该没什么问题啊 有没有问题 试试不就知道了 你干什么 干什么 当然是毒响了 大哥 他的招数实在是太低端了 不如用我的方法 嗯 你还有什么办法 俗话说 英雄难过美人观 我不但擅长用毒 还擅长易容术 易容术 能行吗 大哥 您就瞧好了吧 不要在我面前拖呀 我对男人不感兴趣 好 好的 哥哥 连声音都变了 哥哥 你看我这样可以吗 如果可以 你愿意余生都保持这个样子吗 我来养你 大哥 你刚才 不是说对男人不感兴趣吗 大哥 等我好消息 好的宝贝 嗯 这果子可真带劲啊 这样的环境 别说合手窝 就算是长出幽泽仙草 也不无可能啊 啊 灵灵草 灵灵草 对声音特别敏感 但只要不发出声音 还是很好捉的 不要乱动哦小家伙们 慢慢的 慢慢的 救命啊 可恶 就差一点了 是谁大白天的在这鬼哭乱嚎啊 救命啊 谁来救救我 姑娘 你咋啦 可算来了 小哥哥 我刚才不小心划伤了腿 现在没法动他 估计是中毒了 你能帮帮我吗 你是哪个 我怎么没见过你 我也是来做门派任务的 只不过是其他组 你快来扶我一下吧 扶你 你不会讹我吧 怎么会 我感谢你还来不及呢 小哥哥 求你了 这家伙怎么回事 怎么一点都不怜香惜玉啊 上钩了 这么近距离 我就不信刺不死你 给我去死 你又是谁啊 可恶 偷袭虽然失败了 但我不信我练起五层 还治不了你这个一层 哪命来 啊 这刀不错啊 至少是中下片 小子 反应挺快啊 看我这招 啊 这品质 至少能卖五十零食呢 那我就公斤不如草面 收下啦 谢啦 谁说又送给你了呀 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 实在是太快了 我甚至都没有看清楚他的动作 不过不得不说 你的易容术还真不赖 要不是你一身老头子味 我差点就上大了 你说什么 无论是身形还是外貌 我都做到了完美无缺 甚至连体香都是特别定制的 你可以辅助我 但不能侮辱我的技术 呃 像你这样的变态 我还是第一次见啊 变态 我弄死你 糟了 刀上有毒 这都哪跟哪啊 你说说你啊 这荒山野岭的 怎么一点防备心都没有 是我大意了 我可能快死了 如果可以 能麻烦你给我爹带句话吗 想什么呢 这药丸具有解毒功效 对伤口恢复也有一定的效果 这可是我费了好大的劲儿 从生鲜门顺走的 我都不舍得吃 五千零食卖你 就当交个朋友了 才五千 我一天的零花钱而已 真是太谢谢你了 一天的零花钱 有五千零食 我叫吴北梁 从今往后 我们就是最铁的兄弟了 吴师兄好 我叫王福生 给 赶紧扶下吧 这感觉 好清爽啊 感觉身体的每一处都闯通了 这药丸的效果太好了 师兄你还有吗 你当我是神像啊 暂时没了 这样啊 不过你以后还有需要的话 随时找我 我再去生鲜门进户就是了 好吧 咱们继续前进吧 这片山林里的河首屋应该不会很多 若是被别人抓到 我们的机会可就小了 嗯 还是正是要紧 哼 又飞一个 看来还是得我亲自出马 不信 我练齐六层 加上祖传的金刚褚 还挣不了他 吴师兄 咱们走了半天怎么什么都没碰到啊 而且 这里似乎有些阴森恐怖 河首屋喜欢阴凉潮湿的地方 您去越重越好 我们就在此处静静等待一会吧 好吧 咋 你害怕了 这 有鬼啊 怎么了怎么了 一惊一乍的 你你你你看上面 啊 那是个人 等等 怎么看上去 这么像楚衣涵呢 楚 楚衣涵 怎么样 他不会已经死了吧 还有气 只是晕过去了而已 怪了 他怎么会被绑在这上面 嗯 这附近肯定有妖怪 我们还是快点离开这里吧 别被妖怪给盯着了 你咋这么胆小呢 哎 啊 啊 啊 iana 妖怪出现了 五个救我啊 是五级妖兽 它的气味与周围的兽木混在一起 我竟没有发现 我不想死啊 天天 我再回家 这事闹的 偏偏让我碰上两个拖后腿的 什么情况啊 不是说这里是安全区域吗 怎么还会有如此巨大的树妖 无论在哪儿 都有所欣为妙 也尝尝我的雷火猪 这应该能抵挡它一阵子 厉害啊五哥 你怎么会有这么多厉害宝贝 一颗猪子三千零食 一共用了三颗 我家保护你 收你两万零食 不过分吧 非要算得这么轻吗 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还能咋办 跑呗 你能打得过五级妖兽啊 越往后越得加倍小心 你要知道 翠花可没说不能抢走别人捕获的猎 也就是说 上面默许我们自相残伤 这到底是仙门还是魔宗啊 少年 你还是太年轻了 小子 可算让我找到你了 你这家伙也太执着了吧 今天无论如何 也得让你知道得罪我的下场 金刚褚 我上 我这法器消体如泥 也急速出车 你这种小喽啰 根本就没有还手余地 不 什么 他竟然抓住了我的金刚褚 这法器的品质 至少在中品以上 卖个一万零食不成问题 多谢你的见面礼 我收下了 什么见面礼 把我的祖神法器还给我 收 送给我的东西还想拿回去 门都没有 赶紧给我放手 这下看你还往哪儿跑 你小子有种 敢如此戏弄我 收起我不仅要你的性命 还要你 人哪 竟敢逃跑 你是要气死我呀 给我滚出来 我看那家伙气得够呛啊 他肯定不会轻易放过你的 我可没时间跟他耗 让他自己玩去吧 给这姑娘喝点水吧 你还带着碗啊 岂止有碗 我们到屋里休息会吧 外面总感觉不安全 屋里 什么屋 临出门之前 我爹给了我一个储物袋 里面能放下各种物资 太夸张了吧 居然把房子给带出来了 这种极瓶的储物袋 市场上至少能卖个十万零食啊 有这么好 极只是好啊 走吧 我们啊 先把它抬到屋里去 仔细一看 它还挺漂亮的 是 是啊 不要 不要丢下我 姑姑姑姑姑姑娘 放心吧 我怎么会丢下你不管 不好意思 没事 有我在 你现在很安全 是啊 多亏了无休 把你从树妖手上救下来 姑娘 你怎么会被树妖给捉住 树妖 我记得 之前在和师姐一起做任务 捉到了几只风舞箱 我刚把自己的那份装好 就被师姐给打晕在地 醒来是就在这里了 不好 我的储物袋不见了 里面还有风舞箱呢 就还用想 肯定被你师姐拿走了呗 没想到师姐竟是这样的人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的分数一样都是零分 出在头腿边缘呢 谁跟你一样 你可是负分啊 我抓了一只零零草 现在有一分 也就是说 终算是我们现在的分数 糟了 把这茬给忘了 但以你们两个现在的能力 被淘汰是早晚的事 的确 所以 我们想要留下来 就必须合作 组队完成任务 吴师兄就不怕我们拖后腿吗 其实 我选不选得上都无所谓的 大不了回家继承家业呗 这叫什么话 难道 你想当一个一事无成的废物吗 相信我 我是绝对不会放弃你俩的 你俩一个是我的铁哥们 另一个 可是我未来的伴侣啊 我们认识好像还不到一天 谁是你未来的伴侣啊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 你们到底能不能下定决心跟我干 我带你们飞 我信你 吴师兄 我 我也不想被淘汰 很好 我这里有可以隐藏气息的柄神丸 你们服下 吴师兄 你怎么什么道具都有啊 一颗一千零食 我把你们的花费鸡账本上了哈 你不是说我们是铁哥们吗 怎么还要钱啊 这叫什么话呀 亲兄弟还明算账呢 吴师兄 我们来这里做什么 那个树妖去哪了 树妖应该还在附近 来这里是因为和首屋 差不多该血身了 那怎么办 我们可打不过树妖啊 其他人肯定也会来这里捕捉和首屋 他们遇到树妖时 就会把树妖给引走 到时候我们就来个玉棒相争 渔翁得利 哇 吴师兄威武 有人来了 快躲起来 是云灵师姐 我的东西就是被他给抢走的 仔细看 他并不是云灵 他身上充满了妖气 而且还是级别不低的妖 我们是不是被发现了 不可能啊 我们的气息已经完全隐匿起来了 难道说这灵丹过期了 怕什么 我们有三个人呢 不行就跟他拼了 拼 拿什么拼 从他露出的妖气来看 至少不低于六级 不是我们这个水准应付得了的 六级这么高 什么人 糟了暴露了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 是他 我俩无言无仇 你这是做事啊 当然是因为好玩啊 姐姐 我又打到了一个 可恶的人类 姐姐 你 你的脸怎么了 该死的家伙 竟敢毁了我的美丽容颜 是谁这么淡淡 连姐姐的容都敢毁 一个长相奇丑无比 留着一条小鞭子的臭男人 我一定要将他给粉身碎骨 什么叫奇丑无比的臭男人啊 是可忍输不可忍 五哥 你莫要冲动啊 姐姐 不要动了肝火 妹妹我这就去把他给找来 另外 这个家伙要怎么处理 不如我们一人一半 不要啊 我可以给你们零食 有多少我都给 只要找我一命就行啊 快闭嘴 谁稀罕你的那些烂石头 每年我们都会有许多同胞 被他们这些凶仙的人 捉去炼制丹药 今天我也要让他们知道 我们不是好惹的 杀了他 用他的心线来祭祀 我们市区的兄弟姐妹们 想杀我 门儿 零气护铁 你这家伙的修为还可以 这次终于可以多玩一会儿了 谁要跟你玩啊 老子还没活够呢 你小子竟然也在这里啊 喂 妖怪 那个奇手无比的家伙就藏在那儿呢 你们慢慢玩吧 小爷我先溜了 什么 跑 今天你们谁也跑不了 既然被发现了 那就没什么好藏的了 准备动手吧 我们听吴哥安排 你们就用这个对付遥兽啊 没办法 我们就带了这些工具 先借你们用用吧 用忘记得还我 这 这么多 臭小子 那是我的金刚杵啊 都是些练气气的小喽喽 其他三个交给你 那个小子是我的了 那我就不客气 小心他的恩器 什么东西 石 石头 臭小子 先给戏弄我 看我不把你给 尝尝我的泰山压顶吧 这招可以啊 用储物袋等武器 我还是第一次见 你小子的脑洞也够大的呀 让吴哥见笑了 可恶 这又是什么法术 现在这些消限者的招式 真是一个比一个奇怪 得小心应对才行 你以为这就结束了 还没完呢 班运术 镇山换地 班运术 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法术 统统给你撕碎 好锋利的爪子 这可是我的全部家当啊 怎么 你的表演结束了 那接下来 敢轮到我了 这个级别的妖兽 不是我们能对付的 好快的速度 我甚至没有看清他的身影 接下来 轮到你了 金刚处 给我上 雕虫小技 也敢拿出来丢人现眼 我的祖传 我的祖传金刚处啊 我的五千零石啊 爽 我就喜欢看你们垂死挣扎的样子 还有什么招数 尽管使出来吧 我可以陪你们好好玩 完了 这下全完了 看来 只有用他了 什么意思 你还有后手 姐姐 他这是想叫人 放心 我早在周围布下了姐姐 现在 谁也救不了他们 所以 这就是你最后的遗言吗 想指望别人救你们 是不可能的 妹妹 修行者的血液鲜美无比 今天就让你好好地品尝一下 多谢姐姐 我们上 完了 只能硬拼了 来了 什么东西 小技 抄起无敌金刚狗腿 这 这也太夸张了吧 好强的土狗啊 实力拧压我们一大截 我说大黑啊 嘿嘿 你要怎么奖励我呢 谁让你把腰蛋给咬碎的 那可值不少钱的 还想要奖励 门都没有 你小子 奔奖仇报是吧 还敢换手 你们怎么回事 我又再打了呀 快看 有什么东西 从那女人的身体里飞出来了 站住 可恶 这给打我好兄弟的主意 真是胆大包天 怎么办 那边属于黑色区域 这话姐说过 我们不能随便进去的 你留下照顾云灵 我去救她 等一下 你是打算自己一个人进去吗 不然还能怎样 好不容易认识的兄弟 无论如何 我都要把他给救回来 你们好像才认识没多久啊 已经感情这么深了吗 主要 是他欠我钱呢 要钱不要命的家伙 对了 你跟我一起来 我的腿啊 不行了不行了 一步落都走不了了 抱歉啊兄弟 我这情况你也看到了 恐怕帮不上什么忙了 想让我跟着送命 门都没有 大黑 咬他 你不要过来啊 兄弟啊 你就饶了我吧 我不想去送死啊 晚上有老下有小的 他们还指望我养活呢 就这点胆识还修仙呢 简直就是浪费资源 大黑 我们走 刚才你表现得还不错啊 别光说这钱没有用呢 来件实际的奖励呗 你能不能小点伤啊 别把怪物给引来了 怪我喽 我都多久没有吃东西了 再不给我找点吃的 我就要饿死了 到时候 看谁还能保护你 终于找到食物了 还是两个修仙者 今天也让老子尝尝修仙者的滋味 我也快要饿死了 吃掉吃掉 爽啊 好久没有吃得这么痛快了 只可惜没带调料啊 三级腰蛋 不错啊 这里还真是个发家致富的宝殿 我的儿子 你们敢杀我儿子 我要你们血债血偿 还真是一步未平一步有起啊 大黑 你还能接着吃吗 吃个病啊 赶紧跑啊 臭狗 你倒是等等我啊 想跑 没那么容易 我的妈呀 你怎么有个这么大的沟啊 你都不该录的吧 啊 等等 这水里的灵气怎么如此充裕 这就是后山灵气充足的原因吗 大黑 什么 大黑的宵尾竟然突破了 真感觉 简直太棒了 我现在回身上架 都充满了力量 大黑一定是受了这湖水的影响 这么说来 我应该也可以啊 等一下 你这样灰 喂 你没事吧 你不用心爱我 喝了这么多 我的胸尾竟然只涨了0.1 果然这水对我没有太大的用处啊 啊 我的丹田好像有什么反应啊 什么东西啊 这不是我的那把铁锹吗 他 他竟然是一柄灵气 原来这才是他的真面目 我就知道我是不会看左眼的 据我所知 仙鹤宗和生仙门加起来 才只有半剑算得上是灵气的神兵啊 是谁将我唤醒 就是小爷我 听好了 从现在起 我就是你的主人 告诉我 怎么才是使用你的正确方法 是有什么咒语吗 我的主人 请问阁下现在是何等修为 练气期1.51 不对 差不多已经1.61次了 练气1.61次 我第一次听说 精确了小树田后两位的修为 我以前的主人 都是大慌赫赫永迷的超级强者 如今怎么沦落到一个练气二屏都不到的废柴手上 实在是太是我绝世神病的身份了 不行 绝对不行 你你你 你在搞什么 当然是签订血气啊 我听说对待你这种神兵 必须要这么干才行啊 我说了不行 不行啊 他 好像很嫌弃你的样子 压根没看上你这些修为啊 嫌弃也没有 给我来 你再怎么洗也没用了 哼 少年 你可以拥有我的身体 但你绝对得不到我的心 在那茫茫多工具的房间里 我对其他花里胡哨的妖艳见惑视而不见 千辛万苦地将你寻到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倒霉呗 是因为你和我一样 优秀 但是低调 以后你跟着我 我定会真心待你 在脸皮后这一点上 你的确挺优秀的 等一下 那边有动静 怎么了大黑 这是 看来在那池水灵气的滋养下 他们都幻化成人形了 你 你们是谁 没想到 你们竟然追到了这里 姐妹们 不要怕 我会保护你们的 你们不要误会 我可没说要伤害你们 少在这里给我装好人了 你们修仙者 多一个德行 为了自己的修行 我们多少兄弟姐妹 被你们炼成了单妖 我们好不容易修炼成形 无论如何 我都不会让你们 在此胡作非为的 喂 你们也觉得 我像是那种 无恶不作的人吗 像 唉 我只是来这里 捉合手屋的 你们该干嘛干嘛去吧 何止我刚才说的话 都是放屁呢 今天你休想从这里 带走一草一木 那就是没得谈了 大黑 行 这是灵气外放 你们谁先上 想好了哈 你们确定要打吗 凡事都可以商量啊 大黑的实力就摆在这 你们要么帮我完成任务 并把我的朋友给还回来 要么被大黑全部吃掉 你这是商量的态度吗 我这不是商量是什么 是危险 好 我可以答应你 但是你也得答应我的条件 要宝物我可不给哈 我什么都不要 只要你们的人 从此以后 我在踏足这里半步就行了 小意思 没问题 你确定你能说了算 先答应再说嘛 路是走出来的 你怎么比我还高 你俩嘀咕什么呢 跟我来吧 我带你去个地方 想必你会感兴趣的 嘿嘿 我就知道这里存着宝贝 嘿 我闻到了 这里绝对有着什么 非比寻常的宝贝 闻到 乌拉乌拉 什么声音 好大的蜘蛛啊 屋里的家伙 你的味道怎么这么 等等 他是个人类 这是什么情况 麻烦姐姐帮他过去吧 麻烦蜘蛛姐姐了 谁是你姐姐 告诉我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和我承诺过 以后绝不再让人类 踏入这里半步 前提是我们帮他完成任务 承诺 你忘记人类 曾经对我们的兄弟姐妹 做过什么了吗 嘿嘿嘿 我们没得选 你也知道 凭我们的实力 根本不是外媒那些 修仙者的对手 那你又凭什么相信他 他算什么东西 姑娘此言诧异 我好歹也是 灵天宗的人呢 你什么修为 在灵天宗任何职 练器1.61层 是灵天宗的准弟子 说出来都不觉得丢人吗你 先不说你那小数点后两位的修为 准弟子又是什么 就是说如果通过考核 我就能正式加入灵天宗了 怎么样 我的发展空间还是很大的 妈呀 我第一次见到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我还跟你废什么话呢 给我去死吧 就这儿你还觉得它能够帮到我们 它甚至连一次还手之力都没有 什么情况 这只狗怎么还这么淡定啊 打够了吗 你怎么会 没打够的话 接着打 我是绝对不会还手的 我说了 我只是来做任务 顺便捡点宝贝的 不 不可能啊 我苦心修炼这么多年 竟然连一个练七一点六一层的废柴都打不过 错 虽然它的修为看似只有一层多 但是它偷吃了那么多仙丹 身体强度早已超过现在的到位许多倍 完了 难道我们只能任人宰割了吗 我不是早就说过了吗 实力有差距 你们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啊 什么机会 跟我合作呗 等我成为了修仙者内最强的存在 以后所有的规则 都由我来制定 怎么样 心动不心动 就凭你 成为最强的存在 这不是还有你们的帮助吗 只要你们同意 我可以成为你们打入敌人内部的内线 姐姐 咱们或许 真的可以在这家伙身上试一把 什么叫或许啊 那肯定是必须的 还愣着干什么 快 快到我背上来 我带你们过去 得嘞 我的好姐姐 这样可以吗 喂 别看我这么近 快把你的脏手给拿开 弄我扶哪儿啊 你爱扶哪儿扶哪儿 总之别碰我 这 速度这么快啊 起飞 你好好跟紧我 千万不要乱跑 不然你会永远困在这里的 好的姐姐 等等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 北寒松 这么粗壮的我还是第一次见的 那你的见识 可真是太少了 他解除的果子极松果 可是高级仙果 有这么多的话 至少要值几十万灵石啊 发了发了发了 好是好 不过我劝你 最好不要打他的主意 如果没有足够的境界 你连靠近他的机会都没有 跟我来吧 里面有一些 我们收集到的奇珍异宝 作为条件 你必须要 你在干什么 想找我死吗 没用的 这个家伙 对于宝物的痴迷程度 犹如野狗剑刀屎 反正我已经提醒过你们了 到时候死在这里面 可怨不着我 这台阶上面 怎么刻着这么多人的名字